大家好 欢迎来到点亮人生 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为什么将小球放在一个正在旋转的圆盘上时 小球并没有被甩出去呢 甚至当我们用手轻轻推一下 他还会在转盘上有规律的做圆周运动 但如果我们将其换成一枚硬币 或一辆玩具车之类的东西 便会发现 他们很快就会被甩飞出去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迫使小球能够一直稳定的留在转盘上呢 此时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 每当转盘旋转七圈 小球就会在转盘上旋转两圈 根据轨道周期公式计算得出 无论我们如何改变一个实行球的大小 它们始终都会以7比2的比例来旋转 当我们从侧面看 小球在稳定后保持原地滚动状态 但由于此时小球所受到的空气阻力极小 使其旋转速度与转盘表面的移动速度相同 所以 小球实际上是在转盘上做匀速直线滚动 这就好比我们在跑步机上一样 虽然在向前运动 但还是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假设我们换上一个更加光滑的圆盘 小球就会应受到更小的阻力 而在圆盘上滚动更长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忽视空气阻力和转盘阻力 理论上小球就可以一直转下去 当我们给小球施加一个推力 由于转盘中心的旋转速度小于外围速度 这时 小球就会因无法与转盘速度相抵消而发生偏离 当小球再次滚到转盘外围时 转盘相对于小球的速度就会变大 从而又会将小球拉回到了圆盘更靠中心的位置 而当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时 也就出现了小球在圆盘上不断转圈的反直觉现象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 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